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們現在在創的業 我們叫做淘氣小農 Touch Farmer 我要怎麼跳 這個人是我 然後我完全是對農業 是沒有任何背景的 我是做 行銷 然後畢業之後 我是去到會計事務所 所以農業對我來說是 一無所知 所以我說我是一個投機者 忽然就插手進來做這件事情了 然後這個的話 才是我們 現在在創業的軸心 就是我先生阿秋 然後他的話就是 因為他是加大農業系 然後他從大學畢業之後 到農業工作 農業相關的工作 就是將近15年的時間 然後現在整個 創業的精神 自然農法 要怎麼做 都是他在決定的 OK 那我們為什麼叫淘氣 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說 你應該是很想要裝可萊珍 你叫淘氣 就是把那個名字取叫淘氣 還沒那麼沒有那個 沒水準 就是Touch 其實我們是取Touch的線 我們希望是接觸生產者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 現在很多的 你在外面很多買到的茶 其實都是茶商 他們可能會去跟農業 去做或是直接購買 但是真的很少有人會直接 回歸到田裡去種植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我們做的是全自然農法 就是不使用農藥 不使用化學肥料 然後甚至是連有機肥都不用 再來的話就是順應自然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看似好像很簡單 什麼事都不用做 但其實還蠻難的 因為第一名的產量 或是你的病蟲害 這些比較專業的東西 你要怎麼去克服 那我們就是以一個很自在的心情 去面對這件事 OK 然後我們這塊田呢 其實我們說創業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有點意外 因為這塊田已經種了五年 但是其實我們真正創業不到一年 我們大概半年 所以並不是為了創業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一直都在做的 2001年的時候我們就 我現在就決定去種茶 他就自己去從整地開始 因為他原本是鳳梨田 所以他是從整地 然後換土 改善土壤 然後之後再種茶苗開始 然後第二件事 然後我們這就是我 現在還是在笑得很開心 等到你真正在田裡的時候 就是到底太好了沒 我要回去了 我真的很死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種的茶苗 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們從種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選擇自然農霸 他就決定要去做一個實驗自然農霸 不要使用農藥跟化學代量 這樣到底有沒有辦法生存 這些茶苗會不會死掉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問號 因為很多人在做有機 有很多人在做自然農霸 可是要從零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然後一開始因為小苗很難顧 所以我們都會去除草 我曾經都是跟我先生 連續一個月 那時候我們都還在上班 連續一個月的假日 我們每一天的早上五點起床 然後開始出門到田裡去除草 然後出門的時候還會想說 哇今天那個好早起喔 還可以吃個早餐好悠哉 然後到中午的時候就是要神奇 吃午餐吃什麼 喔快點 就是會神奇 因為除草的過程真的太痛苦了 你永遠就是台系統 竟然還是一望無際 所以這張照片就是我們的田 我們的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茶樹 有人看過嗎 有 OK 那左手邊應該是你常見的茶田 就是這樣一排一排非常的規則 非常的漂亮 可是右手邊就是我們的田 這樣照片不是合成照片 這就是我們的田 跟隔壁的田的照片 右手邊像花海裡田的是我們的田 對 我們的田就是長期跟大長期一起共生的 那我們也會施肥 但是非常非常少 原因是我們施的肥 不是給植物吃的 不是給茶樹 我們是在養土 那等會我先生應該也會講到這個 這是比較專業的東西 OK 那分享一些照片 像我們的田裡非常非常多的蜜蜂 然後中間這樣照片是菌葉蛾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哇那你們不噴養應該就會有很多的蟲囉 其實擔心的真的太多了 因為你有蟲就會有鳥來吃 有鳥就會有蛇 所以要進到我們的田 很多人說我要去幫你們儲藏 OK 準備好雨鞋 因為會有蛇 好 然後其實要做這件事情 就像我說的 它是建立在一個非常專業的基礎下 那很專業的部分 要請我先生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做自然農法 謝謝 好 大家好 待會大家時間 不好意思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他先生 那我也是一個胖子 然後剛剛他吃的那個玉米 我也覺得他很棒 那是一個很棒的idea 就是說一隻玉米在7K賣到四五十塊錢 那是我們如果從事農業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 但是就是有人可以去做這種 做這樣的事情 當你在座的各位 如果已經去做了一個這樣的事情 那你就發財 那農業其實需要改變 那我們一直在想說要怎麼去做改變 然後再從事於做自然農法 我講一下自然農法 自然農法應該是一個精神 它不是一個什麼 什麼東西可以噴 什麼東西不可以噴 那他就是一個精神 你給他最少的東西 讓他自己去活下來 那其實我想萬物啦 他都有生存下來的本能 那為什麼我們施肥 我們施肥也不是我剛剛人同有講 施肥不是為了給茶樹來吃 或者給樹來吃 那如果作物生理學 大家上個土壤肥料學 應該要很清楚 光合作用 就是百分 就是說茶樹的養分 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是來自於光合作用 所以很多農民用了很多大量的肥料 它吸收到了可能不到二十個percent 甚至不到四五個percent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累積在你的土壤裡面 所以你會久而久之造成你的土壤 酸化、煙化、很多現象 所以這是需要在推廣上 給農民很清楚的知道 這兩個作物 是我目前我認為 在台灣的農作物裡面 唯一可能可以做有機栽培 或者是自然農法的 那因為它比較不會 像水稻 水稻它大概只要控制氮素 那就可以控制一些稻熱病的問題 溫酷病的問題 你的氮素比較過高 想這個有點比較 大家肯聽 比較不了解 然後茶樹也是 茶樹也是一樣 就是你大部分的病態 就是來自於它吃太多 消化不了 所以它的生理性出現問題 然後就得病了這樣子 一張slide就講那麼久 我後面還有38張 好 所以淘氣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們其實看了很多大量的土壤 這就是大量 就是很多土壤呈現這個現象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就是因為它得病 像這就是得病 因為你看它這個土 它有青苔 然後呈現白色 那大家去看 走起路來摔倒一定會透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透氣性 它整個表土層大概就扭 就不活化了 所以會造成什麼 術室衰弱 就是苦病的問題 那農民很簡單 我生病了 我就把它抬疫 測掉 讓它重新長 但其實根本的問題是來自於土壤 並不是來自於茶樹本身 因為土壤出現了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突然 你大量使用化學 比如這是我跟我一個朋友 到田裡面去看一題 這是蒼蠅 所以很多時候 在農業區 在下完雨的時候 你到田裡面 你會看到大量的蒼蠅 蒼蠅怎麼來 就是雞糞 因為使用很多的雞糞 那雞糞 雞不可能只拉死不尿尿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一定是大便又要尿尿 所以在雞糞裡面 有很多的鹽糞 所以用到土壤裡面 去造成鹽際障礙 就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才想說 我們如果要做的話 應該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很簡單介紹一下 我剛剛講的東西 這是一棵茶樹 我們把水分跟養分都放在表土層 然後慢慢的會造成它什麼 它的根 這就是它的根 邊毛 吸水的東西 往上浮根的作用 所以如果它大太陽 或者是積水的時候 它造成它素食衰落 那素食衰落代謝不好 會怎麼樣 就是大量的病蟲害就來 所以大部分的農民怎麼選擇 簡單 噴藥 那我又繼續噴藥 噴藥了之後繼續下肥料 我要想讓它好看一點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周而復始的一個 鎂礦玉下的東西 就是向下循環 所以 除了病蟲害的問題之外 還有雜草 這是很典型的差異的雜草 就是河本科的 像這都是牛津草 牛津草的特性就是說 抗旱耐酸鹼 所以你在帖裡面看到大量的牛津草 就是說這個土壤 並不是活性很高 所以它會有適合它生存的雜草 所以我們應該換一個方法 我們在想說 我們要從事的農業 應該要稍微不太一樣一點 剩下2分57秒 所以我們選了一個品種叫做金軒 它這個金軒這個品種很特別的 它是所有的茶葉裡面 抗病害能力最好的 所以我們選這個品種 因為蟲害我們或許可以用雜草 或者是用天然的東西去避免 但是病害可能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選了金軒這個品種 所以它是抗病害的品種 那另外我們的雜草 我們希望田裡面的雜草 變成一個像天然的溫室一樣 所以它會在田裡面 地熱上來露水下去 地熱上來露水下去 所以在整個田裡面 它就形成一個天然的溫室在這裡循環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水的循環 另外一個就是對於太陽的遮蔽 然後還有強降雨 它不會直接打到我們的樹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的田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田長這個樣子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看這個田 最大的不容易是來自於你的靈田 靈田看到你就要念一次 欸少年的 你是好 你如果不要種你就不要種 不要亂了 因為你在餐 我看糖很多都會咬到我的餐 所以我的靈田其實最痛苦的是他們不是我 所以我覺得這是希望以後啊 以後我是希望就是說 跟大家跟我的靈田 今天我應該聽我靈田的農友來這裡聽一下 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啦 對 所以我們希望傳遞什麼 在淘氣的農田裡面 它要多一年的生長期 它還有幫它採收 其實我們地式採收也只有7台積 很少 三分地你剛剛看 其實三分地是多大 大概1000坪的茶葉 它只有一點點 然後另外 它比冠型農法的 就是它的產量只有六分之一 那它的成本大概是 人力成本大概是1.3倍 那它需要人工跟機械的除草 一年各六次 那它的施肥只有兩次 它只有在冬天結束 跟最近要準備再試一次肥 然後另外它的附加價值 這是最重要 其實淘氣要講的東西是這個 所以它是一個永續經營的農業 它能夠減少使用80%的水資源 大家知道像我們的田的地方 它的水是要用買的 一噸的水是要31塊錢 大家知道我們的自來水一噸要多少錢嗎 大概12到14塊錢吧 加你的垃圾處理費十幾塊而已 所以它的成本很高 那我要講一下 我到三分地的田 我只要噴半個小時 要多少錢的 要2500塊的水錢 所以這個水資源是浪費很多 那其實它都是噴上去 又流到地幾下 然後葉子再把它抽出來 然後再賣給你 所以最聰明的就是去賣水 我們就是還沒有到 以後我也要去賣水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另外我們可以減少12到15次的用藥 一般正常的農罐法 它大概至少要12到15次的用藥 然後減少2到4次的化學追肥 就是說農民習慣我採收完 我追肥一下 然後最主要的是能夠讓土朗活化 那土朗活化這有多重要 就是它讓你的植株自己正向的發展 然後讓土朗越來越健康 其實這就是我們要推廣的目的 然後協助環境跟生態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樣子生產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很安全的 因為我們很多問題都是來自於sauce本身 原料本身有問題 那原料不會有問題 自然生產出來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只有好喝跟不好喝的問題 它就沒有有毒跟沒有毒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要講的一個東西 所以紅茶 為什麼做紅茶 因為我們只有紅茶最耐儲存 因為紅茶它越放越久 就像紅酒一樣 越沉越下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紅茶 是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把握這東西賣得出去 所以我們是打算做起來要囤起來的 所以這個 這是我們一個比較負面消極的想法 很不適合今天再講給各位聽 負面消極的想法 所以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一個關鍵的就是 我們看起來好像滿簡單的 控制雜草 像去年我的經驗不好 去年的冬天我提早了兩個禮拜把草給除掉 所以去年的冬天我就沒有收成 為什麼 因為捲葉兒它有一個耗發的週期 因為它剛好我在查 我把草除完之後 捲葉兒開始出來下蛋 下蛋之後把我的茶園全部都捲起來了 所以造成我整個冬天都沒有收成 好險 我們還有其他的收入 不然我們就糟糕了 肚子裡面還有一個小孩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做這樣的農法 其實要很大的 很大的信心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你做了一個動作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改變很有可能影響到你的生計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先做 做了之後再去讓農民知道說 他有一個東西可以選擇 他不一定要做那麼極端的方式 但是他至少多了一個選擇的機會 或許對整個農業會有一點正常的發展 那這是我們想要推廣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在這裡謝謝大家 有空來我們光復新春喝茶民族路4號2樓 好 謝謝大家 謝謝